- 歡迎回到這個禮拜的快轉WEB3 我是Raye 我是元廷 上禮拜WEB3PLUS前進日本 但我們不是去員工旅遊 我們是去出差去參加東京的這個WEB3展會 叫做WEBX 那今天這一集我們就要一起來聊聊這場展會有哪一些亮點 以及讓人比較印象深刻的地方 那開始之前也別忘了訂閱WEB3PLUS的頻道 帶你每週關注WEB3的大小事 好那首先呢我們就先來介紹一下到底什麼是WEBX 對我們幹嘛要出這趟差呢 其實WEBX它是由這個日本加密貨幣媒體 然後也是WEB3的媒體它叫做CoinPost 然後他們主辦了一個全球性的WEB3展會 所以在那邊你不只可以看到來自日本的這個WEB3團隊 就基本上亞洲的大團隊都會過去這樣 對 然後今年他們是舉辦在日本的東京王子酒店 就是那個東京的鐵塔旁邊 那為什麼我們要去參加日本的這個WEBX呢? 就是國際的展會有這麼多嘛 那為什麼我們要特別去選這一場去? 其實是因為大家都知道日本的IP跟遊戲的文化 或是漫畫什麼的 就是這種軟線的東西 那種內容 以內容為主的文化非常的豐富 那這個東西是 我覺得算是日本獨有 特有的 對就是其他國家真的是少蠻多的 就是看到韓國你可能會想到K-pop 日本就是動漫或是很多遊戲啊什麼的 沒錯沒錯 那以這樣子內容為主的東西 它其實就有利於可能NFT相關 這一類型的就是加密資產來發展這樣 或是遊戲應該也蠻適合的 對遊戲也是 因為他們有很多就是日本的遊戲大廠嘛 也都在研究這一塊 所以在那邊也看到更多的文化還有娛樂方面的應用 對那這是原因之一 那另外一個是日本的web3產業很特別 它是譬如說在美國可以看到很多 或是台灣也是啊 很多都是先由新創發起來嘛 可是在日本呢 他們是從大企業開始推動這個web3 所以在那邊你除了可以看到遊戲啊 等等的這類比較娛樂化的項目之外 也可以看到大企業也都在投入web3這樣 就是譬如說他們的大財團大集團大小的新創 所以其實就會覺得 這個品牌很有親切感我知道這個大企業在幹嘛 那哈夫化的新創 我可能就會好奇他們在幹嘛 對對對 就會讓人家可能比較幸福一點這樣 對 所以這就是兩個大原因 我們為什麼要去參加webX 然後也是覺得日本跟人家很不一樣的地方 對 那因為這次出差只有瑞一個人去 我就是留守台灣 所以我們就是請瑞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在webX的展區中看到哪一些比較有趣的亮點 好就我先以一個比較輕鬆大方向的來講 就是整個場地裡面有哪一些展區好了 其實它有點像是 就是大家如果有去過區塊店的展會的話 就是一定會有一個主場館嘛 主場館裡面就是會有參與的這些攤位這樣 對 那今年比較特別的除了主場館之外喔 還有幾個區域 第一個區域就是IP area IP area的話它就是會邀請日本的IP 或者是做漫畫的這個公司來參與展會 那它不見得跟NFT或是區塊鏈有關 它那個展場主要是想要讓就是來參與 來日本的外國人們看看就是 日本 屬於日本的這個IP文化 有點像是聯名的概念嗎 就是它可能跟NFT沒有關係 可是我這個會場就是有很多日本的特色 對…就是有日本的特色讓大家知道 其實IP就是在日本也是很厲害的這樣 對 那你有看到什麼 大家應該會認識的IP嗎 以角色來講的話 什麼原子小金剛啊 晉級的巨人啊 也都在裡面 對,以角色來說 大家可能會 會更知道屬於日本的那個 IP有哪些 晉級的巨人喔,那很大耶 對 那它主要就是展出 其實就是跟這個角色相關的內容 包括譬如說 現場有一些畫作漫畫等等的 對 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很熱愛動漫的外國人 興奮 對,你到那個 你到這個現場去 到WebEx現場去 你應該會對這一區 覺得很興奮啦 就是想要知道 他們到底在展出什麼 那個宅宅混都染起來 對 那還有賣周邊嗎 有 我覺得應該是有 因為現場好像也有就是 排隊的人樓 有一些賣 就是可能是漫畫書之類的 對… 對… 但它不見隔就是跟Web3有關係 對… 那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真的是跟Web3有關係的 就是有一個 遊戲的展區 對… 那遊戲的展區呢 它也做得非常特別 它就是用 每一個… 每一個攤位都像一台遊戲機一樣 然後是有點… 有遊戲的感覺 有網咖夜店的感覺 對… 你一進去你就知道 喔…我來到遊戲展區 對… 那遊戲展區 呃… 最特別的地方是 就像我剛剛說到的 很多都是 呃…大集團 日本的Web3很多都是大集團的 代理嘛 所以裡面其實也有一些大集團 有參展 有一個比較大的就是Square Enix 對…然後還有包括 Nexon旗下的 風之谷 嗯… 對…他們都是有出這個區塊鏈的遊戲嘛 所以他們其實在裡面都有參展 對…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我覺得 很特別的地方 然後裡面呢 呃…他們都會擺… 他們都會展示出這個遊戲怎麼玩 你可以就現場直接試玩這樣 對對對… 然後還有一些抽獎啊 因為有些遊戲是要用NFT 進去的嘛 所以有些抽獎 就你可能在現場就可以得到NFT等等的 對… 然後這個展區裡面也非常多人 就是大家可能也是被這個 外觀也吸引了這樣子 就大家都進去看這是什麼東西 另外一個亮點呢 就是WebX他們有 呃…這是有三個大舞台 在就是輪番有一些panel啊 或是開獎等等的 然後每個舞台都有自己的特色 就除了主舞台之外 主舞台就是可能就是 比較大嘛然後 他們…我最喜歡的是他們的 WebX的舞台 他們的X還是有一個 就是穿過那個舞台的裝置這樣子 就真的有一個X在那邊 可是它是斷掉的X 然後這是四個燈 就是這個舞台是真的有特別設計過的 設計過的 對就不是只是拿原本的舞台 就發生在那邊這樣 而且是有美感那種耶 對 然後它另外一個舞台呢 更日本 它後面是… 但我不確定這個是宴會廳本來的設置 還是他們有特別做的 應該是特別做的 就是那個舞台後面是竹子 對就是那個地方的風格 很日風 對又是日風就不一樣 對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他們還有交流區 交流區呢就是一個 比較大的空間 然後擺好幾張桌子 讓大家可以在裡面就是 討論 如果沒有…如果你要討論公司 或是休息都可以 就是站著用電腦或是聊天 對對對 那現場呢 還有免費的飲料攤 就這一點是我覺得很酷的 因為它不是只有就是那種 我咖啡擺好然後你可以自己拿 自己…自己裝那種 對 它飲料攤是有人服務你的 然後它就是你可以點說 我要冰咖啡、冰拿鐵或是什麼的 然後這時候是免費 它是有一個櫃檯 然後旁邊有飲料機 對 然後你直接跟店員說 我要喝什麼 他幫你弄好東西 對對對 它當然還是有一個菜單在那邊 你可以只能選上面的 但我就覺得 還不錯 就是比有一些活動 它可能就是紅茶桶 然後你自己裝 然後旁邊有糖包這種 對對對 就這個會讓我覺得 哇… 高級一點 對高級一點 然後覺得WebEx真的是 非常的會辦活動這樣 對 那你除了剛剛那些亮點以外 你還有看到什麼有趣的攤位可以分享 有 其實在整個常規展區內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些 以外的區域 就是在最大的場域裡面 其實還是有很多吸睛的這個攤位 可以看 所以一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可以看到一個 非常大的螢幕 然後螢幕就是上面就是模糊的 模糊的 對 就是你很明顯 就會知道 這好像是像看3D電影這樣 你沒有戴3D眼鏡就會 看不太清楚 然後呢那個現場的人就會 提供一個3D眼鏡給你 然後就戴上去 你就會看到 前面的就是世界變立體 那這個是什麼攤位呢 這個就是一個叫做 Kaliverse的這個元宇宙項目 對 那它非常的特別 它雖然是元宇宙 可是它是要做元宇宙的風格 非常的擬真 說擬真嗎 可能也是 非常的細緻 然後非常的漂亮 你是說比譬如說模擬市民 還要更擬真的那種擬真 還要再更擬真 然後是整個細節都非常的完美 已經是像遊戲的3A大作那樣 可是它是元宇宙平台 那它其實就是 Kaliverse這個平台 其實是樂天 韓國樂天集團 底下開發的 對 然後呢裡面很特別的是 我出來可以看到 元宇宙就是 人物在元宇宙裡面 譬如說參加聚會等等 還可以看到裡面 你怎麼好像有一些 熟悉的精品品牌 或者是像商店一樣 百貨公司的感覺 但其實呢 那個是 他們的官網有公告說 那個其實就是 樂天的虛擬免稅店 對 他們把樂天的虛擬免稅店 他們把樂天的虛擬免稅店 搬進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裡面 熟悉的品牌 然後也都是做的 就是很細緻這樣 可是呢 那未來他們要怎麼去 用這個虛擬免稅店 跟現實之間做整合 對啊 搞不好是可以先線上逛街 等等的 他們會怎麼做整合 這個未來他們 還會在陸續公佈 那第二個的話是 我就逛逛逛 然後想 然後就逛到一攤 叫做AppChain 然後AppChain 就是大家可能會 第一個印象是想說 欸 無聊元還有東西 對 要佔 對 就是 還還活著嗎 對對對 無聊元想說 欸不是已經就是退燒了嗎 但其實 沒有喔 就是他還是WebEx裡面 最顯眼的 攤位之一 但他其實是 這個項目 他不是無聊元 他叫做AppChain 那AppChain其實是 AppCoin道 就他們的這個 去中心化組織 打造的一個 第三層區塊鏈 嗯 他是建在這個Arbitron上面 那他呢 就是一個 以遊戲為主的區塊鏈 對 那現場 他也會展出 他在這個 就是這個生態上面的 一些可能已經在開發的遊戲啊 等等的 對 那他還有一個是 也是他們這個遊戲上面的IP 然後變得像夾娃娃的樣子 嗯 對展示在現場 所以他非常的吸睛 然後現場甚至還有這個IP的 這個超大的機器人 裡面是有人的 嗯 可能通讀生 然後在那邊 走路之類的 但是就是可以很明顯想到 哇原來 那個 那個 AppCoin道他們還有這麼多 他們還有這麼多 還活著 對 還有這麼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 對 還有這麼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 然後之後呢 還有一些 嗯 就這個平台他還會開發出一些 嗯 工具 讓 遊戲 就想要打造遊戲的人 開發者可以 更容易的 做他們的遊戲 沒錯 就是讓他們的 遊戲生態更加的擴大這樣 嗯 那其實除了這兩個攤位 還有看到一些蠻 呃特別的項目啦 呃還有 韓國也來了 就是 LINE 然後LINE的這個 原本旗下的一條區塊是 Finsha 他們順勢之後也要整合到另外一個生態 叫 他們也有來展覽 然後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有一個叫做 Apex Capital的這個 來自杜拜的房地產公司 那為什麼房地產公司要在WebEx呢 原因就是他們是用虛擬貨幣做買賣 他是賣元宇宙的房子還是賣真實世界的房子 真實的房地產 可是主要是在杜拜 那因為杜拜的法規 那時候他們的人是說杜拜法規就是比較 沒有這麼的 應該說比較支持 加密產業或是區塊鏈技術 所以說他們在這個地方是遵許的 其實那邊很 WebEx展出了非常多 大概我看到就有兩三間來自杜拜的公司 都是做跟虛擬資產有關 對 那這件比較特別就是房地產 其實大家可以想像就是 你用這個虛擬貨幣交易之後 買別的地方的房地產可能已經不是一件 這麼困難的事情 對 困難的就可能只是真的看房 沒有錢 或是沒有錢 對 那你開幕式就第一天的時候 通常應該是活動最盛大的時候 他們都會邀一些什麼大官長官來講話 沒錯 那那時候是找誰 那他們說了什麼 好 其實 WebEx的開幕式應該算是大家比較期待的 因為今年是第二屆 去年第一屆的時候 他們的開幕式的來賓就是日本首相 這麼大咖 對 所以日本首相 這一次他也是以這個影片的方式 來致詞 那我覺得是非常有誠意的 他是為了這個活動而錄的影片 這是非常的明顯 就不是一個百用影片 到處放 對 不是百用影片 他是真的針對這個活動來 來就是錄的這個影片 那首相這個岸田文雄呢 就表示說 他希望 因為現在已經 日本的大企業都開始在展開區塊鏈的業務 那他也希望說 現在民間也可以有一些 開始有一些比較就是活躍的動作了 就可能有一些新創也可以開始起來這樣 對 那還有說到就是為了促進這個web3的發展 其實日本已經有一些稅制的改革 還有一些法律修訂等等的 讓這些企業可以持有加密貨幣等等 就是讓這個產業可以更順利的推動 就更有彈性去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對沒錯 所以說以政府的角度來講 他們是還蠻支持這個web3的發展 當然是以我們看是這樣子 就是如果你是 業者 業者的話我不確定 不知道 但是整個散發出來的氛圍 是有這樣子的感覺的 對 那除了首相之外 親自來到現場的呢 其實還有日本經濟產業大臣 也是高官啊 就是齊藤健 那他也有說到 就是日本在遊戲啊 動畫還有漫畫音樂 就是這些文化經濟是 非常的有優勢的 所以他覺得說 那我們就應該要積極的探索 就是web3技術 在這些創意領域的應用 就是要積極去開發這一些領域這樣子 開發他們的可能性 或是可以有什麼更好的發展 沒錯 那這個其中一個關鍵就是 可能就是區塊鏈技術 像剛剛講到的NFT 可以 因為NFT這個東西它就是五國界 區塊鏈東西沒有國界嘛 所以他覺得說 那這樣子的話 中小型企業 小小的IP 是不是可以透過NFT 進入全球的市場 這其實是一件 很有可能的事情 因為老實說啦 像那些很知名的動漫IP 像最近很紅的記憶卡啊 還要出NFT 我不相信沒有人會不買 就算那個NFT只是一個JPG 真的 我覺得還是會搶爆 對 所以如果NFT又有一些負能 那我覺得 加上IP能量的話 會很可怕 對我覺得是 真的是非常有潛力這樣 嗯 那 他們的創辦人 WebEx的創辦人 叫做青木城 他其實有講了一件 我覺得 很 讓我覺得有趣的一句話 就是說 他 他有講到說 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你的展會 那麼多Web2的企業要來參加 對 這不是一場區塊鏈的展會嗎 可是他就有說 我們舉辦的是Web3展會 而不是加密貨幣展會 就是 Web3他算是一個 需要 傳統跟新創一起融合的一個 大的領域吧 對就是需要去大帶小 然後小帶大 他是Web2過度來Web3 對 而不是Crypto 自己玩的東西 對 沒錯 然後甚至是我身為一個大企業 我也可以有 我也可以有Web2的業務 我也可以有Web3的業務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是不衝突 他是融合的 對 所以他這樣講這句話的時候 就讓我覺得 欸對耶 就是 好合理喔 對很合理 因為他是Web3展會 我今天不是只想要講 幣這個東西 對 因為其實最近加密貨幣的 不管是市場幣價 還是 項目 都算滿 安靜的 以台灣這邊來看到的話 沒錯 那你去日本的時候 現場的 譬如說 觀展民眾 或是參加的業者 整個氛圍你覺得 會有一個Web3做不下去的感覺嗎 還是 我覺得 心心向榮 我覺得現在偏向 心心向榮 以我自己個人看到的感覺 跟業者在那邊 然後還有現場觀眾 就是 參與的這個氛圍啦 會讓我覺得 欸 Web3在這個日本市場 好像不太一樣喔 即便大家可能這幾年已經覺得 NFT已經快要 快要死亡了 遊戲可能也大家覺得 沒有人要玩 對 就是 一直在講 可是好像也沒有人要玩吧 這樣 可是到現場也會覺得 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 對 所以 現場就是 你也可以看到Web3 它比較 除了筆 除了法規 除了技術之外 它比較 活潑的面向 然後也很重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很愛做內容的人 你在現場你看也會有一些啟發這樣 對 就是其實不同的領域 因為像 遊戲或是 藝術創作這些其實 對 老實說也是Web2的東西 對 但是它來Web3 然後不管是Web2還是 Web3自己的產業 都在這個展會裡面相處得很好 沒錯 然後還有一些來 譬如說有些是做 可能它的 也是做技術 可是它的技術卻是跟 運動領域相關等等的 也會有這種的項目 所以我會覺得 整體WebX 都會有一種活潑的感覺 對 好 那希望今天這集節目 可以讓大家了解 就是WebX跟日本市場的狀況 那如果你們想要知道更多的訊息 其實我們的網站也有訪問很多 關於一些企業啊 進入Web3 或是落地日本的這個經驗談 大家都可以參考 好 那我是Ray 我是袁廷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請防地 開口 入口 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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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